問題在哪裏 你知不知 不知道 你只是對自己太有信心 好看 好看 相信不少朋友第一印象 一定是很想被敵人幹部瘋狂丟印仔 嘩 我這些有苦之苦 當然不會那麼容易受到引誘 難道之後想跪玻璃跪死嗎 各位風都市民大家好 我是Mr.Man3423 我的頻道主要分享玩具攝影 以及特殊動畫類型的專題影片 有興趣的朋友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在開始之前宣傳一下小弟聯同另外三個YouTube Channel 合辦的一個有獎攝影活動 沒錯 多謝Ronald光之世界傾力爭取 是有獎活動 簡單來說大家可以投稿三個攝影作品 以還原超人入面的角色場面為主題 順之到活動詳情可以去到影片下內容看 在2021年9月5號終於播出蒙面超人50周年的紀念作 亦是令和第三位拉打 Command LiDar Revice 就如我之前的影片所提到 由於墨西哥位於中南美裏面 在墨西哥境內的原居民 阿茲特克帝國或者馬亞民族 亦都留了一些遺跡 這群考古團隊就在這些遺跡上 發現一些刻有圖騰文字的神秘印章 這些印章有一種神奇的魔力 是會吸引人召喚出身體內的惡魔 並且與這些惡魔簽訂提約 以及會令到觀眾有衝動去P Bandai網上 商店進行一些交易 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 開玩笑而已 同時我們在這一幕裏面 看到團隊正在掃握的 很有可能是暫時 我們已知敵方的BOSS 畫面一轉 就馬上到了Deadomans的基地 他們正在舉行一個 大肆進攻前的儀式 我們可以看得出 這個組織應該已經發展了一段時間 至少可以看得出 有一大堆Akilelasama信徒 很喜歡給他吸引仔 有多少兄弟都想給他吸引仔 根據他們的口號 以我推測 他們的目的似乎是想表達對現實生活的不滿 去破壞現有虛假的和平 和現今社會的制度 因此透過釋放自己體內的惡魔 就可以擺脫現實社會的枷鎖 究竟大家覺得他們真正的目的是什麼呢 不過看來大家都不會理會這麼多他們的目的 因為大家的眼球 都已經集中在他們的新老婆Akilelas那裡 另一邊商 其中我們會見到Fenix的內部會議 其中可以估計 在Fenix 現役的科學家Georgi的爸爸 都應該是開發團隊的一份子 不過已經在30年前過世了 這些印章被收歸組織底下 並透過暫時不明的科技 去開發不同的5STEM 但回到現代 在Fenix 的內部對話當中 亦表示他們現時的目的 是要處理邪惡組織Deadomans 並且說到Deadomans 亦在前陣子偷了組織的一部份5STEM 為了對付他們 Fenix 開發了Revise Driver 並預定第二男主角50男大二 不好意思 這個才對 變身人選 講回主角50男一家 第一集裡面很精彩地 以大約四分之一時間 以生活日常的形式 流露出各個主要角色 在家庭位置以及性格 這些是我們想看到的民氣 他們一家五口非常齊整 這個設定很少 在蒙面粗人系列裡面會見到 這個家庭有我們的主角一輝 弟弟大二 妹妹Sakura 以及父母二人 他們家族生意 經營一家操堂 為小半生意 暫時我們看到他們家庭的關係 都十分融合 我們主角是一個很有正能量 而且感情先決的男子 經常都會為家人著想而行動 一心想要保護這個家族的核心價值 甚至連自己的夢想都放棄了 設定真的好像某個隔離棚的 超人系列的男主角 到底為什麼他會選擇 捨棄他夢想都要成全家人呢 這個有待我們日後觀察 但由不知幾時開始 就周不時他會聽到一些自己心魔的聲音 後來還要產生幻覺 第一集裡面也都直接看到這個心魔的存在 說到這隻心魔 原來他是未有名的 但正如我之前所推測 他果然是主角心底裡面的屁股鬼一面 不停他會引誘主角去令他的實體化 他很失控的一面 令到一輝做出了很多意外出來 更特別的是 這個心魔的行動 竟然暗示好像特別想吃了主角的媽媽 難道主角心底裡面真的有戀無情義傑 順帶一提 當我剪片之際的時候 發覺太多東西跟Jerry的觀後感撞了 大家留意到的東西太似 希望大家見諒 大義相反就是比較冷靜和思前想後的角色 在這一集的劇中 他已經準備成為Phoenix的小隊隊長 但因為Datomance的襲擊 看著自己上司因為變身失敗而猶疑不決 和心直口快的主角成為了強烈的對比 身為有能力成為Revise Driver的候選人 他心底裡面似乎都隱藏了很多心結 之後我們會再講 至少妹妹的設定 意外地竟然是一個可靠型的JK 至少她不是走Happy妹那種純情少女風 雖然設定只有16歲 但對答上表現都成熟一面 但又帶有一些青春期少女的個性 她擅長的興趣是空手道 所以雙歲之後也應該會見到她不少大展新手的片段 另外就是爸爸的個性也相當隨心 是一個大小孩的性格 時常喜歡做一些騎尼的挑戰和到處拍片 但危急時候都見到她一個認真會對待家人 為家人擔心一面 媽媽是相對開朗成熟的一位 面對著家裡四位成員 都很正面地支持著眾人的夢想而存在 就好像家庭裡面的一個鐘樓底柱 第一集的角色真的太多情報 所以也證明了這次編劇 在短短24分鐘的內容 就已經成功地交代護士背景設定 和這麼多個人的人物性格 對比起之前的Saber 好不說那麼多了 那些人一會又說我為什麼要拿Saber來編師 暫亂割病完我們就回到主劇情 在接著一天 Phoenix 是一個就職典禮宣佈會保衛社會安全之時 突然受到Datomancer踩場 當年刮他們一巴 原本登基典禮 亦隨即變成地獄一片 Datomancer 亦隨即透過傳媒向整個社會正式宣戰 誓要解放人民的觸覺 由於突如其來的襲擊 防衛隊的大隊長 在操守不及之際 在不聽George 勸告之下 打算用Revise Driver 變身 但可能就是須在太有自信 亦都因由於條件不足 亦產生另一隻暴龍的惡魔 問題在哪裏 你知道嗎 不知道 你就是對自己太有信心 看見這樣的情況 George 立即對原本的適任者 大義變身 但由於性格謹慎的態度 反而阻礙到他的冒險 在情急之下 主角一輝為了保護弟弟 射身成人撲到弟弟那裏 避開了攻擊 受到自己的心魔疏敗之下 心魔揚然會可以把實體化 並且保護眾人的安全 叫主角隨手拿起Five Stamp 向身體擋印仔 和心魔定下了契約 實體化後 心魔隨即幫手打了幾下怪 但太興奮就開始 我圓滿他自己的目的 去襲擊主角的一家人 特別是他媽媽 為了保護家人 和控制著自己的心魔 在George 的引導下 唯有用Revise Driver 變身成為拉打作出反擊 值得注意 當主角變身時 有一個通訊畫面彈出來 這個其實是主角心星 和自己心魔的對話 如果細心留意 會見到 他覺得自己是被惡魔伏了 之後如何說服自己去作戰 我覺得這個細節是蠻有趣的 日後亦都期待更多 這些他自己心底裏面的對話 當這個對話完畢之後 現代人亦都很喜歡用一些 Stamp 起一些WhatsApp Signal Line 今次就吃正這個概念 來呈現一個 以Stamp 來做一個小賽彈 之後就是打鬥場面 今次手戰的場面 亦都穩打穩摘 很多招式都基本上拳拳到肉 再加上適量的CG特效 呈現出的效果是很舒服的 要真的雞蛋挑骨頭的話 可能真的只可以說 因為打鬥場面未夠深刻 我覺得沒什麼做到一個名場鏈的效果 打鬥方面 由於主角一輝是一個足球員 所以用腳踢的方式出招 都很合理 亦都重新致敬 還有拉打是用腳來作戰的設定 最終在一大輪雙拉打的合作之後 以及Bandai強力宣傳的玩具介紹之下 成功對付好怪人 博士Georgie也十分滿意他們的表現 亦都幫兩個人改名 希望主角繼續做拉打 但主角由於一心其實只是想幫家人 所以最終他推卻了拉打的身份 雖然亦都在預告當中 亦都猜到主角下集會繼續做拉打 但非常期待會有什麼轉折 給到主角以及一眾的角色們 總括而言 我們有幾個主線可以推測一下 要成為拉打 必須要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心魔 才可以成功變身 效果只會召喚更多怪人出來 究竟博士有什麼條件會選大義呢 而這麼巧合 反而因為危急的關頭 竟然由他哥哥擔直成為了Revive 難道50男一家都有一些獨特的血統 有潛力可以變成拉打 而主角一輝 會不會亦都可以解決到他的心結 去選擇實驗自己的夢想 還是他繼續去決定守護家人呢 另外大義是很有青春期少年的感覺 他的設定亦都似乎相對自信心比較低的一位角色 面對著家人以老土形式的支持方式 會有少許覺得尷尬和羞恥 當原本可以成為拉打的他 在情急之下 竟然被哥哥搶了來做拉打 究竟這個會對他的心理狀態有幾大打擊呢 在日後這個心路歷程都是幾值得大家去探討 在故事背景上 亦都主要可以分為三條時間線 由現代時間線 倒數回去50年前發掘遺跡 以至開發和研究5STEM的這段期間 還有就是到現在情報仍是很少的遠古遺跡文明 到底又隱藏了什麼故事原跡呢 到底在這50年來 Phoenix 和Datoman是怎樣成立的呢 而兩個勢力之間發生過什麼衝突 這些都是有待日後的發展 好了 今年第一集的整體感覺 都是精彩的 起碼穩打穩摘 但又不會太多事情 搞到太過反感 所有劇情 產品宣傳廣告都恰到好處 暫時角色性格 以及他們的個人動機都很合情合理 亦都透過演員們的演技 呈現到給觀眾感受到 承接上一條影片所講的敵愛桐源的概念 無論是變身道具和怪人召喚時所用的道具 亦都是同一件 以及主角和自己心魔交談 再加上內心因為家庭 以及自己夢想之間的掙扎 都令到整套戲的文氣 都有呼應主題 亦都寫得很格外精彩 至少見不到無緣無故地要約定人 又或者要說smileo smileo 之類的表面 又膚淺的對話 所以整體我都會覺得幾期待 想每個星期繼續追下去 而且我覺得今年做多了好多新嘗試 去年有用說書人Tazel 來嘗試打破第四面牆 與觀眾產生互動 但明顯地對大家的印象來說 除了覺得他奇形怪狀的外表之外 其實都不算好深刻 今年就再一次在這個位置挑戰 希望編劇不要過分濫用Fize 那麼跳皮的性格 適可而止地做一些互動就夠了 接下來我估計 我推測會有的劇情應該會在 整個故事中段十多二十集的時候 為了要用一個強化形態 而有機會令主角和自己的惡魔Fize 可能沒得溝通 甚至乎去到結局 有機會還要犧牲Fize 來承傳主角去打敗敵人的BOSS 另外由於以家人為主題 後期加入的角色 我也都會很期待 究竟主角會不會有女朋友之類的角色 加入成為這個家庭的新成魚之一 以至同這個家庭產生一些新的火花 之後大二也會不會因為自己自負 而劇情中間要弄離家出走 這些我都是比較期待的 最後家人也可能會不會需要為了拯救他 而要作出一些犧牲等等 就這樣想起日後劇情發展的可能性 都已經流口水了 我非常期待日後會有一些 更黑暗的人性陰暗面的劇情會發生 不知道大家又怎樣想呢 除此之外 今次世界觀單單看第一集 已經很多人想請英雄了 我的直覺覺得後期也有機會開發一套變身器 是不需要同惡魔訂立契約的 只不過應該會是三期或四期使用 畢竟今年官方的情報都控制得很好 到現在都只有主角二人組這兩個拉打的情報有公開度 究竟下一位是誰成為二期呢 候選人包括大二 好喜歡拉打的George博士 Fenix 的大隊長 還有好打得的妹 大家歡迎下面留言 競猜誰會脫泳而出做二期啦 好了 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為止了 有興趣看這段影片的朋友 不妨給個like share給更多朋友看 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記得按下旁邊的鈴鈴鐘 都有新片 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一條影片見 拜拜